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陪练技术太差 一顿数落 哪不知是陪练不敢进攻得罪赵公子 最终陪练以楼树制服赵公子 这样一来激怒了赵公子 他直接折断了陪练的一条腿 并开除了陪练 他一边老女按摩师帮他按摩筋骨 一边了解老徐的事情 拉朗四眼哥去搞定司机的女友 又是送包又是送钱 还赞入孩子教育 但没想到司机的女友并不配合 自己又亲自出马找到检察院高官去制约老徐 老徐显示艰难地与检察官上级进行斡旋 准备自己私下秘密调查 后来又被司机的女友找上门说 他给自己带来太多麻烦 老徐跑去赵公子那里与赵公子宣战 然后去联系媒体朋友 透露了点按签的相关细节 希望得到曝光 事态发展到越来越无法收场 赵公子的爸爸决定请高级警官压下这件事 暴打了四眼哥一顿 折满了赵公子一顿 令他解雇相关人员 浙家乐怒了赵公子 他决定要除掉老徐 否则事情一旦闹大 很可能影响他的家族继承 杀手逼迫女员工将老徐引到他的住所 开门后 杀手就独门而入 想用刀直接捅死老徐 好在同时帮他挡下了迎面而来的刀 躲过了一劫 四眼哥的暗杀计划并没有成功 分包心理还被当场抓获 这样一来 老徐借暗杀警察的理由 顺势推舟获得了这件案子的办案权 开始震大光明的查案 这时司机的妻子找到老徐 说出当初那个短信的疑虑 因为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发短信的人 就算发也是很短的内容 但是那条遗言短信却很长 老徐察觉到 这可能是一场谋杀案件 最终伪造遗言 来隐瞒真相 这边赵公子眼看事情要败露 只能向老爸求救 老爸到底是老江湖 先是一边安排四眼哥前去自首 另一边放儿子先去新加坡避避风头 这样一来 四眼哥若是扛住了 便接大欢喜 若扛不住 儿子也可以全身而退 虽然时时屋的四眼哥将所有罪名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然后老头还是太低估自己儿子的作死能力了 一方面打伤并赶走了自己的保镖 从而让老徐掌握了司机坠落的真相 另一方面在车逃的前一天晚上 赵公子搞起了告别party 留给了老徐抓捕他的机会 当晚老徐经过精心布置 对party现场进行突击 赵公子不甘心失败 锤子挣扎开着豪车 冲破警方包围 老徐火速起上摩托 与他展开飙车 最终老徐还是拦下了他 在人群的包围下与老徐展开漏搏 本来老徐应该完全是压倒心的胜利 但是看到周围的监控 他迟疑了 结果被赵公子狠狠揍了一顿 老徐被打得惨不忍睹 由于监控的存在 他丝毫没有还手的想法 最终 赵公子被一拥而上的警车给围堵上抓回了警局 正义战胜了邪恶 电影最后在四季的苏醒中落幕 这部电影虽然情节并不算太新颖 但是叙述紧凑 节奏灰谐幽默 全程无尿点还是蛮值得一看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老手到这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 有想看的电影可以关注我 并私信告诉我 最后